市長看到伊朗和以色列情勢 有沒有掌握? 僑民安全 那接下來研探還會繼續下去 我們對這個是非常的關注 那就是有關於僑民這件事情 有的確我們有掌握到僑民人數 目前在伊朗這邊 大概有20幾位都是 規劃當地的僑民 另外在以色列那邊也有眷屬 或者是學生等等 目前他們都非常的安全 都沒有問題 那對於當地的情勢我們都會密切地予以觀察 那如果說對我們造成影響的話 我們這邊也會因應 那對於伊朗對以色列展開飛彈以及無人機的攻擊一件事情 我們昨天已經對外做過說明 我們是跟其他民主國家同步 對伊朗的這些行為予以譴責